E-Tag的风波越烧越大 不但烧出了民怨冲天 交通部长叶匡时已经是一个头两个大了 还又被立委爆料说 接受厂商豪华生日宴 这是立委蔡正元爆料 神脑总裁林宝庸跟交通部长叶匡时的交情肥浅 叶匡时还接受林宝庸的豪华夜宴 但是林宝庸跳出来澄清说 是有心人故意抹黑他 对外为假资料 我一股都不会卖 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宣导董事长林宝庸话说得很铁定 绝对不会卖股 越讲越激动 就是因为立委蔡正元爆料 交通部长叶匡时 希望中华店以高价收购林宝庸股权 记得林宝庸赶紧出面澄清 部长问说 李董 你们为什么母子公司会对这些条约都有争议呢 照讲里面一家人都应该很好 你就履约就好了 结果李董就说 我们中华店信持股太少 那部长就说你要持股太少 那你就去增资就好了嘛 我认为这个会议记录应该有被加工 会议记录有被加工 因为我不在场 然后我没有被告知 说要买我的股票 第一个我没有被告知 第二个我们没有谈到股份买卖的事 我们只有谈到中华店信 神老有93个局 我们的贵位希望不要马上撤出 影响500多个员工的工作权 神老持有神准 目前最少还有35%以上 那资本利得很可观 对对对 都还没有反映在神老的股价上 那我为什么 为什么可能卖股票 蔡正元还质疑 林保庸和叶匡时交情匪浅 两人去了林保庸私人招待所 里面有很多国保文物 号称小故宫 我认识部长 应该不超过一年 不超过一年 对 是他在当次长的时候 只有见过两三次面 就是进去那里 所有的地方 都是小木屋 铁皮屋 那我个人 我也还 希望我哪一天 会有 有像他讲的时候 我有个小故宫 林保庸大动作出面澄清 和立委 战火越演越烈 也让外界格外关注 记者林一杰 邱斯宁林伟 台北采访报道